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多载一个人一样 想要避开高承载管制 不过这样的画面也让网友给笑翻 再来看到廉价车上的这个路上的车多 但也要小心哦 可能会塞车 有驾驶行驶在苏华公路呢 看到这一个驾驶简直是乱开 这一辆红色的轿车逆向行驶 还接连超越了三辆车 这么危险的行径 让他直呼一定要举发 我今日还有一项重头戏 今年的国庆夜火是在屏东的 河滨公园登场 而且要今年的国庆夜火 创下了多个第一 包含了向施放时间最长有42分钟 首次有交响乐团在现场演奏 而且呢 是首次在高频河畔来登场 高频两地的观众都可以同时欣赏到 以及呢 夜火施放期间 有六班火车会经过 所以呢 搭火车经过的话 就像身历其境一样会有惊奇体验 今年的国庆夜火在屏东登场 正式施放之前也有一连串精彩的活动 不过呢 下午因为下了一场大雨 让民众给淋湿了 似乎也没有交集热情 不过也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有一些民众抱怨 光是想要上一个厕所 最少必须要先排20分钟 今天来到双十廉价的第二天咯 天气商量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一真 好 这家如马上来关心咯 今天第二天天气状况呢 还是相当的好 我们来看到了外头的景色影像是哪里呢 也就是在高雄市 目前呢 阳光夜已经出来了 相当的灿烂是在爱河这边 那也确实呢 今天呢 就是一个多云道行的天气形态 各地呢 都会是几乎像这样子的形态 就是阳光呢 相当的灿烂 但是呢 也确实在中午的时候呢 温度就会比较高 而在早上呢 还有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凉冷一些 所以要提醒您 早出晚归呢 尽量还是要戴一件补外套了 那今天是节节节号呢 今天是10月11号 是星期五 目前外头温度如何呢 目前台北市外头的温度是22度 其他地区又是如何 我们马上就来关心 在北部地区现在来说 这个温度呢 大约都还是在20度左右 相当是呢 在台北还有新竹呢 是21到22度 而在这个台中 嘉义跟台南 高雄 大约都是23到27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 宜来20度 花莲22度 台东24度 另外外岛地区 马祖金本宫澎湖呢 是23个25度 好 那也确实因为现在日夜的温差是比较大 像是今天清晨最低温在哪里呢 今天清晨最低温像是在这个人工测站呢 就是在宜兰 大约是20.4度左右 那么自动测站呢 最冷的地方则是在桃园的大溪 是不到20度的 对咯 在清晨呢 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 尤其呢 水气小 又有这个浮射冷却效应 所以呢 清晨如果要出门的话 尽量啊 还是呢 要穿得厚一些了 好 那温馨图要告诉您 今天一整天的天气概况 今天呢 其实就是因为吹着微弱的东北风 那台湾呢 都是多云道晴 那在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呢 在日早上的时候呢 清晨大约都是只有20度而已 另外呢 在南部地区则是要提醒到的 恐怕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远 但是大多范围呢 都是局限在山区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 也就是在台北东方的这个台风 哈吉贝 它现在呢 其实目前正在减落当中 接下来呢 就会北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 那预估它的暴风圈呢 在明天就会接触到日本的陆地 所以要提醒 如果您这几天 也要到这个日本差旅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资讯 那也确实这个哈吉贝 虽然没有对台湾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两天 在东半部地区的海域呢 其实已经测得长了 大约是有2到3米 所以呢 如果说廉价 有想要到海边要去玩的话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了 而再来降雨的资讯则是要告诉您 今天白天呢 其实还是会降雨的哦 但是水气还蛮少的 都是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 另外就是在南部的平地 那到晚间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水气状况就会更少了 整个降雨就会缓和下来 但是呢 也因为水气少 云量少的关系 所以在清泉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个浮射冷却效应 所以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一些 好 那如今前世约瑟特我们要告诉您 这个哈吉贝台风我们一起来关心了 它现在呢 位置大约是在台北东方的1760公里左右 持续朝着北北溪的方向 但是预计在星期六的林全的时候呢 它就会北转 之后就会一路往这个日本的方向 那也确实在大约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暴风圈就会接触到这个日本的陆地 那现在呢 近中心风速是每秒51公尺 其实已经有稍稍的减弱 预计呢 它越往北 这个它的强度呢 就会更弱 但是呢 它的暴风圈半径还是维持在300公里 所以范围呢 还算是相当的广 而在台湾来说呢 就是要注意到的 也就是沿海会有长浪 好 那这一周呢 还有什么天气状况要转变的呢 其实从今天呢 一直到国庆的廉价 收假日都会是多云道行的天气形态 但是接下来的高温就要歇回地下滑 我们来看到咯 从在星期天前面呢 北部地区高温都是有30到31度 但是呢 低温稍稍比较冷一些 像是今天清晨呢 就有20度 而在明后两天呢 也大约都是22到23度 但是接下来在下周一的时候呢 云量就会增多了 而且水气也会增加 因为呢 东北风交报到了 东北风一报到 其实这个低温方面呢 大约都是维持在22 23度 但就是要注意到了哦 也就是在星期二这一天 高温会下滑 只剩下28度 而且在星期三 星期四呢 大约温度呢 也不会像今天这么热 像这两天的高温呢 都还有30 31度 但是呢 在星期二到星期四呢 温度就会稀微下滑 只剩下28到29度 好 中部地区呢 同样也会受到些微的影响 这几天呢 高温都是有32到33度 但是低温方面 在经历两天呢 会是22度 但是呢 在下个星期来说 原本呢 是24度的机会 但是呢 星期二过后呢 整个低温又会下滑到22 还有23度 另外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呢 今天还是要注意到了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呢 在今明两天呢 同样在山区或者是平地 都有可能是会有降雨的 那高温部分呢 大约都是维持在32到33度 低温呢 也都是23度 日夜温差呢 还是大约有9度的 而东半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下周 要提醒到的也就是呢 水气当然就会增加 而且呢 比其他地区还要来得多一些 那预计呢 在星期一 星期二的时候 高温都只有29度 而在星期三的时候 就会歇回下滑到28度 预计要到星期四之后呢 这个温度才会回升 好 所以最后有一些 听众要提醒给您 也就是今天呢 有微弱的东北风 辞日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早出晚归 衣物添加要特别注意 另外呢 就是墙台哈吉贝 预计呢 会接触到日本的这个陆地 但是呢 在东部 台湾的东部是会有长浪的 还有就是在下周一 东北风就会增强 所以呢 原本这几天都会有30度的高温 就会下滑到 只剩下27还有28度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天资讯 把时间交给加入 好 谢谢余蓁 再来看到机车有三贴之外 竟然出现了五贴 上头起了五个大人 快要不知道谁才是驾驶 那一万要是一名富豪大放送 现金60万的钞票从天而降 稍后一起来看看 加起前不少人要出国 但到日本的话也要注意哦 台风哈几倍正在逐渐的逼近日本 今天开始呢 就会影响日本当地的天气 预估明天开始到礼拜日 最接近日本的关东地区 并且可能会登陆 带来最高500毫米的剧烈雨势 日本的全日空也已经宣布 明天雨天成天机场 国内线的航班停飞 各新概念也会预防性的停驶 不过接下来日本的便利超商 7-11去年就因为缺工问题哦 他们已经研究放弃全天候的营业了 没有想到那公司持续了进行 结构改革的状况之下 将要来关闭收调 在日本一千家丁营里的门市 也将要猜测当地三千名的员工 昨天国庆日却发生了一起 严重的死亡吃货 园林有一名女大学生 骑车载着同学 突然前方的小货车停下 骑车的女学生一次为了要闪躲 就擦撞倒在地上 紧接着后方的沙石车 来不及刹车将两个人碾毙 好的确 骑车在路上真的要注意安全 尤其机车三贴已经算危险了 没有想到还出现了五贴 高雄远景就发现 有骑士没有戴安全帽就追了上去 没有想到靠近一看才发现 机车上竟然载了两男三女 夸张的是驾驶无照 还只有一个人有戴安全帽 廉价到外面来吃餐厅 有民众控诉是到宜兰这一家 还是五行级的饭店 发现了怎么海鲜吃起来 味道有一些奇怪 反应之后员工说 那是因为海鲜冷冻才会这样 不过吃完没有多久 这个民众就全身过敏 送到医院急诊 怀疑是饭店食材不新鲜 我们下期再见